为了满足自己变态的欲望 那些人造动物有多恐怖 这头全身肌肉就像快爆炸的牛 就是人类专门改造过后的畸形生物 名叫比利时兰牛 全身都长满了爆炸一样的肌肉 好像充满了力量一样 有着非常强的视觉冲击力 这种经过基因改造的牛 既不用打激素 也不用吃蛋白粉 仅仅是平常的饲养 就能让它们拥有这种夸张的外形 那么为什么人类会需要这种 外形夸张形似怪物的牛呢 这就要从19世纪开始说起 那个时候的比利时人 正在大力发展养殖业 牛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有一名牧场主 花了大价钱从戴因的手里 买来了一只短角牛 又从法国买来一头下落来牛 本来是想着养这两种牛的 结果一婴一发两个冤家来的牛看对眼了 于是就在骨仓里面 牧场主对此可是一无所知的 当牧场主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 于是世界上第一只比利时兰牛就诞生了 小牛刚生下来的时候 就比一般的牛独自重 在这之后牧场主惊讶地发现 这头小牛独自特别能吃 还特别能长 后续研究显示 每只比利时兰牛 每天都能长两三斤的肉 并且比利时兰牛身上的肉 肉质细腻蛋白质含量高 脂肪也很少 相较于他的父母来说 比利时兰牛的肉质属于上等 并且比利时牛的肌肉 主要集中在肩部和腰部 以及大腿部分 相比于其他肉牛来说 多了足足20%的肌肉 并且出肉率更高 一头比利时兰牛 能顶得上一头半的普通肉牛 如此之下 比利时兰牛自然更加受欢迎 就连价格也比其他肉牛更高 那么为什么比利时兰牛的肌肉 能长这么快 一天增重三斤 八个月将近六百斤重 全身长满腱子肉的怪物 竟是人为改造的产物 这就是比利时兰牛 全身肌肉紧绷 比那些大鸡霸更加健壮 被称为魔鬼筋肉牛 最大能长到三吨以上 肌肉能几乎无限制成长 原因就在于 它的体内 有一种蛋白被抑制 无法发挥作用 这种蛋白就叫肌肉生长抑制素 听名字就知道 它是专门用来调节肌肉生长的 绝大多数的动物身上 都有这种激素 但存在的位置不尽相同 虽然说肌肉能给动物提供力量 但相应的体质率过低 也是有很大的患病风险 这也算是一种保护机制 用来保护生物能够正常地生长 一旦这道保险失效 就会像比利时蓝牛这样 只能认定自己长成牛不牛鬼不鬼的样 也许会有人觉得 它身上这么多肌肉 战斗力一定很强吧 实际上比利时蓝牛的战斗力很弱 弱到放规自然必定要被淘汰 那些可以无限增长的肌肉 给它带来的就是痛苦 诚然比利时蓝牛的身体理论上 可以近乎无限地增长肌肉 但实际上并不能 因为一旦体重过大 它们脆弱的腿就没有办法支撑它们站起 这就导致大部分比利时蓝牛移动缓慢 这也是在几乎所有视频里面 都见不到它们奔跑的原因 而且还有各种先天性疾病 比如心脏病和软骨病 最后也是最致命的意义 由于比利时蓝牛的体型天生就比较大 很容易造成母牛难产 几乎所有的比利时蓝牛 出生都需要人为干预 简单来说就是给母牛做空腹产手术 这样小牛才能顺利出生 这也是它们在自然条件下 必定会被淘汰的原因 可以说比利时蓝牛本就应该只是弹花一切 但人类却将它们痛苦的生命延长了无数倍 和手腕一样粗细的鸡爪你敢啃吗 看到这个像是长满的牛子一样的鸡爪 很多人或许会认为这是打的激素 其实这是它们天生就有的 今天就带大家了解一下 越南的天价鸡王东涛鸡 一万五买一对鸡爪的事 你听说过吗 这就是2013年发生的事情 买的就是东涛鸡的鸡爪 这种鸡起源于越南新安省的一个小村子里 因为鸡爪粗壮也被称作大脚鸡 在很久以前由于肉质鲜美 曾经一度是进贡用品 到了现在它的价格也不低 其中一点就是因为味道好 一般人基本吃不起 最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尝一尝 而另一个原因就和东涛鸡的饲养有关 一般的家禽喂点饲料或者骨子 东涛鸡可不一样 它是吃的纯肉 并且至少饲养一年以上 东涛鸡才会开始长肉 再加上东涛鸡不能圈养 一见面就会打个你死我活的 所以东涛鸡只能散养在很大的鸡舍里 而且数量还不能多 其他鸡舍同等大小能养几万只鸡 而东涛鸡却只能养个400只左右 最开始的时候 东涛鸡并不是作为肉鸡出现的 而是为了选美和斗鸡 被筛选饲养出来的 直到后来被人发现肉质鲜美 东涛鸡的市场还被打开 一公斤鸡肉能卖到100越南吨以上 比一般的肉鸡价格高出非常多 并且东涛鸡也不是全身都好吃的 一只东涛鸡的精华大部分都在腿上 这部分也是最贵的 再加上东涛鸡往往是高级餐厅的食材 一番烹制之后价格肯定还要翻一番 所以东涛鸡的价格很难低下 也很难走入寻常百姓家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各位观众老爷们有什么看 欢迎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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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